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我们有提到 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第一个前提 要先问我们自己 是不是我自己本身没有犯错 那我没有犯错 你要平息自己的怒气 他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凡事必有前因 尤其我们遇到人与人之间 人际关系不协调的时候 我们常觉得自己对人好 为什么别人还这样对我 那么他可能纠葛了 过去生的时候 我们在跟这个人 在对应的过程里面 曾经制造出一些的痛苦 加在别人身上 所以今天姻缘聚会 你跟他相见了 他要把他那一份被欺负的 那种痛 他要在你的身上 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佛陀不是曾经在 经书里面讲 人与人之间的相运 报仇报恩 讨债还债吗 这就是各种人际关系 综合起来 就是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 不是报恩就是报仇 不是讨债就是还债 所以我们在说 其实也是这个人 他过去生 曾经跟他的下一代 结了一个善缘 所以这一生 尽管他自己不正 可是他的下一代 依然很杰出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那后学在检讨我自己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看出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脾气不好 那有的时候 真的是自己没有犯错 也要去承担一些 莫须有的 一些的罪责的时候 心里会不平 我必须承认我心里不平 那个怒火也是不断的在燃烧 那最终让自己平静下来的 就是反反复复思维这一句话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 眼前看到的是一个结果过来 可是在这个结果之前 我们讲有获业苦 结果之前有造业的行为 造业的行为来自于无名 焉知我过去生 没有种下这么一个获因 只是这个果报 延续到今天才会呈现出来 而我在面对果报现前 如果还是有那种怒火 攻心的感觉的时候 那就是雪上加霜 那就是渊渊相报 何时了 所以透过这样子一个自我排忧的时候 解分 那个心绪就渐渐放下来 放下来 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确确实实 是莫名其所以然的事情 我就会想到 寒山实德这两句话 他说世间放我 欺我 入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饿我 就是对我不好 骗我 那么我们跟他对应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呢 实德大师就讲了 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我读到这段经文 我就想到了 当年 当年释迦牟尼佛受提婆达多 跟那个恶性比丘陷害的时候 迫害他的名誉 然后要加害他的生命 佛陀用的就是这些方式 他从前面走过来 佛陀就从后面绕过去 始终跟他保持一个不接触的一个局面 然后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他造的恶在我们身上 我们没有一个反击之心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承担 不需要承担任何的一个罪过错的时候 那么 老天终究会把这一笔账 给他结算清楚 所以以前喜欢好变 遇到一些事情 总想把事情 离得清清楚楚 所谓是非黑白 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 我这些年来确实有个感受 凡事只求问心无愧 没有什么要去讲清楚说明白 夫妻之间 朋友之间 两代之间 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 剩下你就放下来 那这样会让自己的心 一直处在一个比较亲近的状态里面 这就是我们在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 你对应的那个心态 第七章讲 佛言有人文武守道 守道就是尊道而行啊 然后行大仁慈 不但自己能够依循着道理去立身处事 还能够广为宣扬这样的义礼给别人知道 这个叫做行大仁慈 有一些人看不顺眼的固执骂佛 就故意跑到佛的前面来辱骂佛 这是发生在2700年前 释迦牟尼佛应运的时候 当时印度有96种外道 各有各的地盘 然后佛的正道一出来吸引了大部分的目光 有一些外道的人的门下的弟子就开始转移方向了 终究邪不胜正嘛 所以这些外道 所以这些外道唯恐了佛陀 占据了他们的势力范围 就故意跑去辱骂佛 佛就默不应声 然后骂了老半天 佛都没有应声 来骂的人就自动停下来 于是佛陀就问他 只以理从人 你拿礼物去送给别人 其人不纳 礼归子乎 假如你要送你的对象 不接受你的礼物 我问你 这个礼物你是不是要自己带回去呢 于是那个来骂的人就讲 国宜啊 别人不拿我当然就带回去啊 佛陀就在下一句就讲 他说经此骂我 我经不纳 现在你来这边莫名其妙来骂我 我不接受你的辱骂 只自持或归此生也 那你就把辱骂人的这么一个灾难 带回去有没有 伤害到你自己了 你看佛陀这个比喻真好 所以有想应生 隐之随行 就像我们拍手 两个手一集在一起 声音就出来了 就像隐子跟着身体 你走到哪里 他形影不离 我们种什么因 必然就得什么果 所以中无勉离啊 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 这样一个寄行的 因果报应的一个 轮回的一个管道 圣物为恶啊 所以我劝你 千万不要制造祸殃 害到你自己 这是佛陀最后 给那个来骂他的人劝告 就是你不要没事找事做 去伤害别人 辱骂别人 终究你送出去的 你要得回来 那读到这边 我们会认为 佛陀法力无边 他不怪罪于人 那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人 骂完做错事以后 也不要承担任何的一个因果报应呢 他可以这样做吗 不可以 所以有人就问啊 佛 有人问了这个问题 于是就有人对约 佛起欲人得祸 无奈比人自遭祸患 佛陀希望我们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他能做的是告诉我们 行善作恶 所带来的后遗症是什么 我们自己去做取舍 如果我们不照着圣人所教的去做 你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以惩恶为能的时候 各位前嫌 佛陀也拿我们莫可奈何啊 所以佛陀对世人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他把我们在人世间 所有我们眼前看不透 不明白的因缘果报 在我们没有遇到之前 他就已经告诉我 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义的三恶 口的四恶 生的所谓的杀到瘾 他都会给自己 种下无边的罪过错 所以才讲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也就是没有过去生的造恶 又何至于今天 把自己推到这么一个 危险的境界里面 所以这一段话也就呼应了 第六章上面所说的 比来恶者 恶自恶之啊 他要来害我 但是他害不到我自己 如明镜中现丑容 就像一个镜子在那边 那个长得很丑的人站在前面 丑容跑到 一个丑的人站在镜子前面 比容自丑 干净何事 这个人长得眉与丑 跟镜子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我没做错事情 你来骂我 我何必要去动称心呢 你骂我 我不受礼物你带回去 你骂我 最后造的祸事 降到你身上 你也害不到我自己 骂人骂自己骂 害人害自己啊 所以如果常常 往这个角度去思维 那么对镜不升心 他也就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了 就是常常思维 所以多听异理 就是教我们有以待之 遇到境界风在扰动的时候 懂得从这么多的异理里面 找出一些来保护我们自己 所以若闻人骂 则声称心 郑重人记 你骂我 我不气 气死没人替 我们现在大概到了这个年纪 可能会让我们气的就是 比较看了就是下一代 朋友里面也不会让我们气 原因为什么 各位前嫌 因为你都会跟你知心的人在一起 所以你遇到挫折的机会少嘛 大家互相了解个性 而且好恶之情也一样 他就不容易冲突 可是友谊人关系是你跑不掉 你的手足 还有你的儿女 各自为家 各自有各自的思维 他不见得每一件事情处理起来 都能够如我们所期待 当我们的希望落空的时候 你的心要怎么安顿他 切记不要结未来生的恶缘 一提了未来生的恶缘有没有 位置就异地而出了 将来两人相见 这一生他加到你身上的痛苦 你还会不由自主要跟对方讨报过来 所以我昨天就跟我朋友聊到这一点 我说如果你再不放下 将来必然冤家入宅 你喜欢的人未必还会跟你在一起 因为因缘了了 可是你怨恨的人 你的心结没有打开 那个心结就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把你们两个紧紧黏在一起 所以你天天厌恶的人 就是未来生离你最近的人 所以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所以第八章佛言 恶人害贤者 不好的人坏人 处心不振 想要去陷害那些贤德之人 由仰天而拓 就如同我们抬头对着天空吐什么 吐一口痰 拓不至天 还从己罪 那这个唾液 它能够喷到天吗 喷不到 你站在哪里吐那个口水 吐那一口痰 它又从原地落到你的身上 由逆风扬尘 我们站在风从那边吹过来 我们迎着风把尘土撒出去 就代表我们想要陷害别人 嫁祸别人 那因为我们风从这边过来 我们逆着风去泼这个土 最后土还没有沾到别人的身上 就先喷了我们自己一身了 所以成不至比 还笨几身 这个笨啊 其实就是土的意思 可是这边是做动词用 就是你丢出去的尘土 还没有临到别人身上 就已经被风吹到自己身上 所以闲不可悔 或必或极 这边的嫌不可悔 后学看了几本古德的书籍 都是用悔过的悔 可是我查过 这个悔应该是 毁谤的悔 毁害的悔 可能是他的一个 疼写的时候一个错别字 可是经文后学不动 我就把它写在下面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也就是我们处心不正 想要陷害和贤德之人 最后一定招来大患 而陷害贤德之人 不外乎三种方式 第一个 害他的生命 就像当年提婆达多 要害什么 害释迦牟尼佛 就像当年孔夫子 在周游列国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些人 要害孔夫子 那这些的圣人 他有动心吗 他不怕 因为他知道 生死的权柄 在老天的手上 他岂是你人间的人 逞一己的私欲 你就能够做到的 你害不了我的 所以他无惧 我们这个道理也明白了 可是当别人害我的时候 你会不会没有恐惧的心 还会有 因为道理明白了 是在前面 可是对于这个色身的执着 还在那边 所以明白归明白 还是不能够放下 圣人是明白这个道理 也看破了四大假和肢体 所以他就无惧了 第二个 妨害这些圣贤的事业 圣贤在人世间 无非指引云云众生 一条明理的大道 让人能够跳出六道轮回之苦 所以圣贤的事业只有这些 所以如果别人要去 妨碍了圣贤 去推行这个大道 各位前嫌 那只是害自己 你也不会去动到 圣人的半分的慈心 因为他的意念在那边 他的善行就已经受力了 那别人谁阻碍 谁去担那个过 第三个 妨害他的名誉 毁谤他 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毁谤他 说他不守清规 当年我们师尊师母 红领天命的时候 不是也有一些肥短流长 不堪入耳的 那些所谓的谣言吗 可是两位老人家 心如磐石八分不动 八分不动就是我们讲 毁怒 毁欲不动于心 所以我们害圣贤 无非害这三者 你伤得了他吗 你伤不了 枉作小人而已 那我们害圣贤 我们伤不了他 我们害人可以吗 你害人可能因为意识冲动 你能伤得了他 可是如果你要破坏他的事业呢 你是破坏不了 他命中该有的富贵 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恒生之劫 他的富贵就不来 那这样子就你的能力 比天还要大了 只是延宕了他富贵到来的时间 终究害不了他 你害命运害生命 可能短暂你可以收到效果 但终究其实最后 他冤冤消贸 这一股恶的反弹 还会伤到我们本身 所以阿难问世佛其兄经里面 佛陀就跟阿难讲 然后劝勉世间的人 宁持万诞女自设身 拿那个弓箭来万箭穿心穿自己 不可持恶意向道的人 面对那些有心弘扬大道的人 面对那些走入所谓的圣贤事业 承担圣贤工作的人 你千万不要用一些不动的心念 去阻碍了人家事业的一个进行 那个丹大过了 所以善棒圣贤清零道德 这八个字我们在读太上感应篇也有记载 他说其罪甚大 原因在于哪里 圣贤汉有道德修养的人 他是我们人世间历身处事 学习的一个标杆 他就像一个灯塔 出力在黑暗的海边 指引所有的人 在这么一个五着恶事里面 能够走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们迫害这些人 妨碍他的事业的一个进行 就如同把云云众生的那些 所谓学习的对象标杆 给他拆损掉了 那大众所造的恶 他就是始作用者 所以恶的影响的范围有多广 他要承担的恶报都有多重 所以做这件事情是最划不来的 他就不是我今天欠一个人的债 他欠很多人的债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方法 去引导别人走修道这条路 我们妨碍了人家的法身会命 你看我们做去 过去有一些观念是错误的 可是大家乐此不疲的去弘扬 就障碍了有一些人修行的过程 这些因果 这个始作用者都要去承担的 我有时候回想到这一段 我都会觉得毛骨悚然 这就不是你拥有什么样的能言善道 你就可以逃过这一劫 老天照得清清楚楚 你说我道理不明白 那就问你 为什么你道理不明白 因为你不研究 你不研究你怪得了别人吗 欲求道就告诉你要三不离吗 你为什么要错解三不离 你为什么认你不清 你误己你还误人 你就难辞其咎了 那我们如果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这些赞叹这些的圣贤之人 去拥护他的这些的道德福音的流传呢 他也和功德无量嘛 所以才讲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求富贵得富贵 求聪明得聪明 求健康得健康 因为所有你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你帮办道物所付出的心力 时间 财力 老天都是连本带力 加在你的身上 我举个例子 我为什么鼓励一些 金钱比较少的人 我们没有钱的人 你多从事佛堂工作的一个承担 你看我们这个佛堂 我们这个地把它扫干净 桌椅排清 排好了 然后灯光点上 各位前贤 这里面有后面有多少人在付出的一个心力跟财力 因为店要店费嘛 那我们在享受这些供养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是谁插的地板 是谁布施的金钱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凡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过这个场地的人 而我们将来修到有成的时候 这些所有在后面默默牺牲奉献的无名英雄 将来你在成就以后 你要回过头来帮他们的 理解吗 所以还有比这个更为殊胜 更为利益广大的事情吗 所以但凡圣事上面的事情 给我们去学习的 千万不要去推剧 因为一推剧 就等于是给自己制造的业力产生的机会 这都是真的是在道场上结的善缘是最广的 那建佛堂的人呢 那就更是功德无量 毕竟那是财富是要布施更多的 这是告诉大家 你在社会的职工 跟修行团体的付出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面对其他的修行团体 即便他不如理不如法 如果跟我们不相干就不要去批评他 如不如理如不如 我讲 如不如法如不如理不是我们自己在说的 是要依着圣人的教诲去做一个评断的 不是我们片面之词 觉得他这样做不对 他那样做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在运作一件事情 他后面真正规划的动机在于哪里 我们就妄加一个菲薄 那就是照口过了 所以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 人不要居心叵测 其实这个就是嫉妒心 那嫉妒心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我想总是也难免都会看到一些了 那我们警惕我们自己 那同样也叮咛我们自己 假如我们自认为我们是一个有修之人 那你面对别人的毁谤 你也不应该把那些垃圾往心里摆嘛 如果你把那些外面的进阶风 揽静为心变成自己了 让心里面也脏了 有垃圾存在了 其实那也不是闲人啦 是不是 真正的闲人就是能够少成除够嘛 里面的道能建立 外面的德才能行出来 那你看清了事实的真相 怎么会把别人的一些的无理的举动 把他当作真实有 而在那边心绪不安呢 所以真正的圣贤你也伤不了他 你看在孟子的时候 孟子欺骗里面 我忘记是在哪一个章节里面 有记载一件事情 某一个人就 孟子到了那个国度去 国王一直想见这个孟子 结果旁边一个小人就怕 国王看到孟子以后被孟子给吸引住了 然后重用他就会远离对他自己的宠爱 所以就百般在国王的前面 就毁谤孟夫子的名誉 结果有人就去跟孟夫子讲这件事情 他说哎呀你跟国王约好 今天国王要来有没有 那就是因为某某人在旁边 讲了一些禅言 国王才不过来 不跟你请教 孟子就笑了 他说这岂是人能够阻挡的 这还是跟你那个国王有关系啊 对不对 如果你有正之见 你有求财若可之心 别人三言聊理就把你阻止了吗 就像我们修道一样嘛 哎都是别人把我占住了 如果我们真的起任到的好 请问你谁能够拦得住你 你看看我们对于那个金钱的爱好 加班的时候拼死命对不对 那个生死你都不怕了 明明知道连续几十个小时坐下去 是担不起那个 那个身体担负不起那个付出的 每一年到过年的时候 我就听我先生讲那公司还是有人会连续加班 为什么 因为除夕开始都是三倍的薪水 很多年前就三倍 现在不是又在调整 是不是更多倍 听说好像五倍啊 你做一天赚五天 大家都要啊 那有些人更厉害 我做72小时 我不是做一个班 做72小时 我先生说有时候看到那个加班费呈上来 我就 我说72小时怎么做 那不是三天三夜不睡觉 他说你就由此可见那个工作量是不重的 我说那你怎么处理 他说哎呀 他愿意放弃家人的团聚 有没有 守在工厂里面 你也不能太苛求啊 你看我们对于金钱就有这种爱好之心 那怎么别人讲两句道的问题 你就开始阻碍自己的道心 那就是我们对于道的一个肯定 追求没有那么迫切啦 所以世间上没有任何一件 我们犯的错 可以推到别人身上 都没有 我们都难辞其咎啊 第九章 佛言 博文爱道 道必难会 博文就是多文的意思 爱道就是觉得道很好 能够多文为入道之本 我认为道很好 不是就可以鞭策我 不断做修行吗 为什么博文爱道 最后道必难会 我不能正入呢 原因就是这边所谓的博文 是我们不断记了很多的一些佛礼 背了很多的名词在里面 可是从来没有把道理放在生活上 去看我们的身口意 有没有言行合而为意 没有 爱道就是我觉得道很好 好在哪里说不出来 我们过去不是常讲道很好 好在哪里 我曾经问过一个人 我问他 他跟我讲三宝心法很好 我说好 我请问你三宝心法好在哪里 他就支支吾吾讲不出来 因为他没有用过 别人说好他就说好 所以当你反问他好在哪里的时候 他讲不出来 我们有很多人对道是很热忱的 认为道好 所以过去老菩萨教我们 你不用讲太多了 你跟他讲道很好他就来了 那是当时的事情 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 人心比较善的时候 现在你跟他讲好就没问题吗 有的时候他买的东西 他自己买自己看 何一人买回去都还要退货呢 就凭你三言两女他就肯定吗 那今天我们就是坐在佛堂人 我们认为道很好 你问你自己道好在哪里 你为什么觉得他好 哎呀我认识很多朋友啊 我不会无聊啊 我找道亲的时候有没有 道亲很多啊 当你对道很好的定位 是如此的肤浅 各位前贤 你修道这条路是岌岌可危的 因为所有这些条件 只要渐渐消失掉 你的道心就不见了 这个叫做以情去什么 去牵人 所以走人情道的人 他不能成道 那另外一个 当我们觉得道好 是因为透过学道 这些道理我放在我的身上 改变我的思维 改变我的行为 我遇到的挫折 失败的感觉越来越少了 我营造了和谐的人际关系 我对道起了强大的信心了 你已经品尝出 修道学道所带来的滋味的时候 你就乐此不疲了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问自己 你觉得这个好 它好在哪里 我们说不出来 就如同你说 我错了 你错在哪里 我说不出来 你还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在哪里 叫做不认错啊 所以这边的博文爱道 只是谈 你有很多名相上的一个俗迹 你懂了很多道理 但是从来没有知行合一 没有解行相应 所以你当然就道必难会 道必难会就是 你不能够亲自正入 正入一定要身体立行 所以那如果有的人 守志奉道 祈祷圣大 守志 就是他立了志向以后 他坚决的朝自己 以立的志向去迈进 在前进的过程里面 没有任何名利的一个杂染性 也就是把道摆为生命的 第一顺位的人 那么外面的一些的风风雨雨 就障碍不了他 他立的志向如此的远大 他在行进的过程里面 有这么一个坚定的心念 那当然念念就会什么 趋向自己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个守志是你立了志向 奉道就是我们讲的信受奉行 我相信他好 而且我真正的得到好的滋味了 我就乐此不疲了 那个时候 道才跟我们合为一 称之为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你灭了几分的无名 显了几分的智慧 那就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 阿罗汉得一切智 菩萨道种智 佛式一切种智 我把我们的内心 开拓到什么样的境界 就看我们自己 用了几分的功夫了 这也是有己不由人的事情 所以不单单是透过三不离 去明白道理 最终的目的是要把道理 跟我们的身口意 结合为一体 用这些意义来进化我们自己 所以这边跟各位前嫌 分享文思修三会 文就是经由三不离 清静善知识 然后听文正法 那我闻了以后 我有没有去思维 还是马尔东风 今天听完了 我就放下来 我思维就是 透过所学习的道理 看我自己的内在 跟层相遇的时候 我起的那个念是什么 是落在谋一己之思 还是以大功 大家的利益为考项 我们就觉得 那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 如果谋一己之思 以身恶令除 如果是谋大众的福利 以身善令增长 那就是后面 带由思维 就会让修的行为出来 修的行为就是 我弃恶向善 把不好的改了 把好的把它行出来 所以修就是依教奉行 所以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没有透过自己的身体力行 你是不能够真正 震入到那个境界的 没有进入那个境界之前 所有听的都只是皮毛 而没有任何的一个 振奋人心的表述 所以我们要讲道 不离生 是透过自己的一个 知行合而为一 然后我们对道理的结合度 到了哪里 从那一个的层次里面 发表自己的心得 你就能够设受有缘的人 否则依这个经 一直解文艺 它没有意思的 或许昨天晚上 再看了一下四十二章经 就发觉这里面好多东西 其实可以用白法明文论 跟各位前嫌 做一个加强补充的内容 那如果白法明文论放进来 这本书最起码 还要再扩充一倍 那当初整理的时候 已经看了憨山大师的 也看了很多近代高僧的人 就是民国初年的人的注解 可是再一下的细思 各位前嫌 还发觉很多东西 可以放进来 可以让我们粗类旁通 所以道理 你只有读文字 那个叫做粗理 所以道理没有所谓的粗跟细 玄跟维 是你的悟到什么地方 一本经典 看到文字的 只有讲文字像 皮 毛 皮 骨 髓 所以 所以一个道理都隐含了这么多的一个层面 是我们自己悟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能够行到哪里 所以我们一路的修行一定是文师修三步的功夫要俱全了 在修行的路上才能够有所得 其实讲有所得也是方便说了 是我们还在你的时候告诉你 你修到后面会成就佛果 你得到这么一个殊胜的结果 可是终究是你打本还原之后才发觉 所有你现在学的 你懂的东西 都是你阿赖爷里面如实不空的 那些的宝物啊 所以有一天我们是回到了那个源头的时候 才知道 一切有没有 本来不需大费周章的 本字具有的家真嘛 你家里面本来有的宝物啊 可是人处在你的状态里面 你不去大费周章 透过三步离的文师修 我们也不能够有任何的一个进展 第十章 赌人失道 助之欢喜 得福盛大 这个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吗 这个也叫做赞叹师 那一般人 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很不正确的态度 后学最起码碰到 两个人在不同道场 他就露出了这样的一个 很可怕的真名的面貌 就是在于道理听探上 佛言 你看到人家在做一件善行 我有能力 有时间 我去提供我的力量去帮助他 得福是很大的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嘛 你中间有施加元首 这个叫做随喜功德 你看我们做佛堂任何事情 其实都是要共襄盛举 他不是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 那于是有人就一样认为了 这个事情好事是我在做啊 你中间插一手 你会不会分走我的功德 于是他就不乐于别人参与 当你在做善事的时候 他自己做善事 他就不乐于别人在里面分一杯羹啊 我们这样说好了 那个心态不健全 我碰过两位 都是坤道 我刚开始会觉得很讶异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以前从来没见过 到后来有没有 我就约略摸索出 心态就是这样子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做 我也可以做得完 讲得都我贪嘛 你进来就会给我分嘛 这个也就是过去我们有一些人 一些前嫌告诉后学 我们的心也可以报夕 但是我们贪的功德 不可以分好把人 你们以为很好笑吗 那不是一个两个人哦 那为什么 那是因为有人在里面 散布错误的观念 如同何讲师讲的 你不变这个观念的对错 你照单全收了 本来走在修行的路上 是要让自己大功无私 心量越来越宽广 因为义里的一个错误 误导了 你不贪人世间的财富 你贪功德项 所以钱我可以不私 功德我不可以给你们 那如果我没有去研读 唯磨绝经 我也不知道这是错误的 看似我们要靠着功德 去销缘解业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要分给你呢 我自己业力都还没有销掉 我给你那我的业谁来销呢 如果没有蒙我们科钱人 以前让后学去学讲 唯磨绝经 我没有机会涉猎这部经 我就不知道里面 有这么一段经文 你菩萨修的功德 要往哪里安置 佛讲 与众生共享之 这就是回向的意思 所以诵经回向出去 把我们所有行的功德 都把它回向出去 这才是正确的观念 所以念经要念给自己 我不要回向 功德我都不给别人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好笑 我碰到真的还不在 不在少数是这样错误的观念 后来修正花了多少时间 我才知道 错误的知见从哪里出来 引导的人引导错了 一罗筐被他引导人 全都是这个知见 因为为什么会察觉 后学鼓励他诵经回向 我说你的亲人离开了 自己的亲人离开了 你诵经回向 或者把我们今年做的善行 到目前为止 全部回向给他 他说他不要 我就愣住 直系血清啊 我说为什么不要 功德不可以给人 功德要留在自己身上 消冤解业 请问你 是不是自私 我像在不在 在 而修行是为了去我像的 所以现在各位前嫌 透过四十二章经 再跟各位前嫌 确立一件事情 功德是来自于心性的圆满 你是透过做一件事情 彰显你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是扩大你的心量 透过这件事情 扩大你的心量 你何乐而不为 你千万不要把那个 功德财当成是人间的财 可以算出来的 所以你诵经可以回向给所有法界众生 你可以单独回向给某一个人 都可以 那会不会到最后 你就越来越少 念一遍经十块功德 分到后面 我剩一块了 不会 圆圆满满 接受的人是圆圆满满 送出去的人 留在身上 还是圆圆满满 因为我们是在 做那件善行的时候 彰显自己心量的扩大 彰显无我 无我就是我们的自信的一个作用 于是有一个出家和尚问 这个福如果好事让别人分担的 那是不是 我能够分的福气就会减少 佛求就比喻 他说 譬如一炬之火 譬如我们拿一个火把 数千百人各以炬来分去 那也有上千上万的人 也拿着火把 他要来分你这个 他要借着你的火去点燃他的火把 大家都落意而来 拿回去以后 熟食除米 用来煮饭 或者用来当成照明的 一个所谓的工具 我以前小的时候 元宵节提灯笼 一个灯笼两块钱 纸糊的 你不要小看那两块钱 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 要挤那两块钱 有没有 是男如登山 去捡那个破铜烂田 挤一大堆有没有 还卖不到两毛钱 买一个纸灯笼 买个两块钱 谁愿意 而且风一吹有没有 如果蜡烛一倒就烧掉了 我们一来没钱 那我们就去拿 砍竹子 竹子里面 然后塞那个破布 把妈妈的炒菜油有没有 给他倒上去 破布塞到那个竹子的孔洞里面 然后点火 男生是不拿灯笼的 后学一来没钱 二来也不屑于拿灯笼 我就拿火把跟男生去走 那威风荡荡 以前也没路灯 对不对 浩浩荡荡 在漆黑当中 就靠着那个火把 看清楚路上 有没有什么 以前真的没有路灯吗 这个叫做 靠着火把除名 那还有一个缺的 就是拿那个奶粉罐 下面给他用 蜡烛的油点上去 然后放一根铁钉在那边 然后蜡烛点上去 然后上面用铁丝穿过来 拿那个去碰人家的紫灯笼 各位前嫌 居心叵测 为什么 一碰紫灯笼 我的蜡烛倒 他也蜡烛倒 可是我倒了浮起来就好 因为那个铁罐子烧不破 可是他的蜡烛一倒灯笼就烧了 你看我小的时候 有时候回想这些东西 有没有 这种 这种根气真的很烂啊 怎么这么裂根性的人 可是以前就觉得 乐子不疲啊 因为跟男孩子在一起 有没有 就学这些小洞中 男孩子不会跟你 跟你做什么东西 就是 男孩子都提那个铁罐子 要不然就拿火把 所以 那熟食除名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像这个 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 我们如果借由责任承担的时候 我们复兴了 我们了业了 然后把这些事情 别人要做 也让别人去参与 好事 大家一起参与 大家一起成就 不是很好吗 是不是 所以此距如故 这么多人来分享 这个火把的火 去点燃他们的火把 请问你原先的 那第一把火把的亮度 有减少吗 没有 他说福也是如此 一件好事 是最好大家共相顺取 而不要独乐乐 不要认为这件好事 我自己做的来 我就不要让别人来分 我就自己去做 找大家一起来做 不是很好吗 一起来享受 助人为快乐之本的 快乐之本的那种 感觉不是很好吗 所以这也是谈一个 心量的狭小 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 修行的真正意思 把社会上的那一套 移到了道场上面 那是冤枉走了多少的路 所以过去在佛经 有一段记载是这样子的 有两个人采花 采花一个人是要拿去供佛 那另外一个人呢 他也是要拿去供佛 但是被另外一个人要走了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花给我 我也要拿去供佛 那这个人毫不犹豫 就把这个火把给他了 就把这把花给他了 他自己要供佛 他没供成功 别人拿去供佛了 于是有人就用这个问题 去问弥勒菩萨 于是弥勒菩萨就讲 他说这两个人 做了两件事情 不一样 那这两个人将来 在修行的路上 他们的结局如何 弥勒菩萨就讲 自供者成辟知佛果 二圣行者的果报 自己拿花去供佛的人 他就变成辟知佛果 而那个能够把自己 本来要供佛的那朵花 别人要求 他就送给对方 让对方拿去供佛 诗人者成无上菩提 各位钱 原因在哪里 醒亮 我为什么要给你 我自己要拿去拜佛啊 你不会去摘吗 我过去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看过我们在道场里面 不是逢年过节 特别要过年 都会买水果 买一大箱的水果 两三个人集资买嘛 这样子比较便宜 那问题你买大箱的水果 通常它的品质优劣不同 我们买最多的就是苹果啊 橘子 下面会有腐烂的 我就曾经看过道清是这样子 他把箱子翻出来以后 他把那个好的全部先挑起来 我出了三分之一的钱 所以我就拿三分之一 他有六十个苹果 我就拿二十个 他拿二十个最好的 挑一挑剩一堆烂的 旁边那个人就不讲话 然后他看不好意思呢 我都挑好的 还没关系啦 反正你也拜老母 我也拜老母 没差啊 我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 我就想到那个画面 讲得好啊 你也拜老母 我也拜老母 没差嘛 对不对 因为总就是有一些的形体不好看 有斑点 它并不是腐烂掉 腐烂掉它就要丢掉了 那没有腐烂掉 我也可以摆上佛座望 因为我就买到就是这些 我还能怎么样呢 那如果你不退让呢 两个人就起争执了 你自私啊 好多你都拿走了 所以跟这个有点像不像 你看我们是不是在读道理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可以进行回光返照 检点自己 我就是因为读了这篇经文 读了这个故事 刚刚去楼下 统约佛堂叫了一堆塑料 后学帮他们去订的 订的时候有一些塑料没有到齐 那到清订的就没有 那没有的时候 后学有多订的 多订的 我自己本身有多订 那有一些人订的东西没有到 那我订的东西 跟他们的货色不一样 他到了 我本来是想 应该我订的我就拿走 我不要再订一次很麻烦 我还要跑一趟 可是第二个念头就是告诉我 你读了那本经你忘了吗 我就先想 对呀 也不过多跑一趟 没什么了不起的 有人需要 就让他先拿走 你看读经好不好 第一个念头是不正的 第二个念头把它洗过来 谁需要谁把它拿走 我如果不够 我再订就好了 没有那么多 只要能解决 没有任何事情是困惑的 那如果没有了 没有就少吃呗 也没那么严肃 所以很多事情真的是 一礼先进来 后面的行为 才有配合的机会 如果我脑海没有一礼的时候 我们一定坚持己见嘛 我们一样出钱 凭什么好的你都拿走 好的我拜我的老母 那我也没面子啊 可是一句话 就把一个本来会起冲突的画面 就变得很祥和了 那下一次再发生的时候 或许就注意到了 那个爱挑第一个的人有没有 他就不敢把所有的好的自己拿走 他还是照样跟你配合着一起买 没关系 不要因为一次我吃亏了 下一次我就跟你 好像我就计较了 你找我就不要了 那就表示还没有放下那个事情 我就从一些前贤的立身处事里面 他不自觉的情况 我就学会了一些东西 在耳后读经的时候就发觉到 这样的人将来成佛的机会就大 第十一章 这一章比较长 但是很简单 他说佛言 犯恶人百 不如犯一善人 这个犯就是供养 用食物去供养一百个坏蛋 你不如去供养一个好人 什么样的好人 照瞧铺路 精寡拔困 也就是说 你去布施照顾一百个恶人的那种福报 远远抵不上你去照顾一个好人 因为好人可以帮助这个社会 去解决很多的一些的贫穷的事情 帮助很多的弱势族群 所以这边的善人是说 能够从事社会福利 造福人群的人 那恶人呢 恶人只是 你把他救活以后 他还是继续为恶啊 我们看这段经文 会产生这样一个疑惑 对不对 什么疑惑 前面不是教我们要平等心 不分善恶 他需要我们就要帮助他吗 怎么这边又开始做比较呢 供养一百个恶人 品性不好 就不如供养一个品德好的人 这个有矛盾 各位前嫌 这个就是讲约理跟约事的差别 从理路上来讲 佛性平等 胜不增 凡不减 可是旧事项而说 我们累结的一个无名的染拙 有轻有重 无名重的人 他对这个社会 他能够付出的机会少 但是破坏社会和谐的那个力量大 恶人就是只顾着自己的享乐 罔顾别人的所谓的德与司 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恶人如果越来越多 社会是不是越来越动荡不安 所以你跟理跟事要去做什么 做一个强调 他这段经文强调的是 一个好人 一个道德兼修的人 德性越高的人 他越值得人家去恭敬他 去供养他 那他又从这边去做一个比较 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到那段经文 就是以后我要去布施的时候 先看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等你考虑好那个人也不见了 可能走掉了 可能饿死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这段经文里面 去断章取欲 他不过就是佛陀点明事实的真相 强调我们 不要只做外王的事情 你有没有修自己的德 所以从善人到后面 犯善人千 你供养一千个好人 不如泛义持五戒者 你不如供养一个 能够走修行路的人 这个持五戒的意思就是 归一三宝 奉行十善 延持戒律 他就远比那个好人 只做外面的好事 他的定位来得是不是更为明确 这个是已经有修的人 能够归在三宝之前 就是决心踏入修行的人 那修行的人有没有 透过他的一个修行 如果百年以后 他得到了 他来到人世间 他可以加入佛陀的事业里面 去度化众生 所以现在是一个佛找佛 磨找磨的时空背景 各社有缘 我们的心念证 磨就不上门 我们的心思歪 那么你就小心 稍有所谓的不留神的时候 就开门一道 让那个魔 在我们心里面 反客为主 所以这边是强调 只有做好事还不够 你还要有修啊 那有修 每一个人修行的 努力的程度不一样 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所以就讲 犯五戒者万 不如犯一虚托环 你去供养了 一万个持五戒 修行的人 你不如去供养 一个虚托环 因为虚托环 已经遇入圣人之流 他的修德 是不是比那个 一万的持五戒人 还要来得高深 那个事成事败 还在未知数 而虚托环 已经遇入生死之流 遇入圣人之流 他天上人间 三次到七次的 一个学习 破私祸 他就可以跳出 六道轮回 正阿罗汉国 所以这一段经文 都是在比喻 德的一个重要 而德一定是 内圣功夫 修德就是让那个道 让那个真如自信 能够在我的内心里面 他发光发亮 他能够做主 所以里面有道 外面才有德用嘛 所以一个人修得好与坏 无名无灭的 多与少 透过你行诸以外的 那个新量的广大与否 别人就一目了然的 看得清清楚楚啊 任何一件事情 都先考量自己的需求 他就典型自私自利的人 而到了虚托环果的时候 各位前贤 他的所谓的天眼通 天耳通就渐渐出现 为什么 他已经破贱祸 所以六神通 是无名灭掉 习性秉性 去除以后 在去除的过程里面 你本有的那个妙智慧 所产生的德用 称之为神通 所以每个人都具足六神通 那只是我们没有办法 开显于外 因为我们的无名太重 我们的烦恼太多了 所以再一次的强调 不要去追求那些 素流顿境 你如果想要开挖 自己本具的那些的神通 你就是第一个破贱祸 你道理要明白 那我们对道理不明白 第一个就是身见 多半的凡夫地 百分之百都有这个问题 把射身当作真的 所以圣人你要害他的生命 他不怕 因为他知道生死由天 不是由你在做主的 我们也知道生死由天 可是 我们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你把这个射身 你没有看破 所以我们都觉得 自己好像很多东西 放下了吗 未必放得下 就看我们对于射身 知足多少 你旁边的恩爱名利 你就没有放多少 因为这个是最基础的无名 出货 显而易见的 分析的这么多 他不是真的 那你尚且改不掉 放不下 那你其他的无名 都是依着他而起的 私货的贪嗔 吃慢疑 都是依着这个身体而起的 所谓叫做自体爱 你又怎么能控制呢 你看我们大人 有的时候对小孩子讲 哎呀 你看他讲了你好多次了 你都不改 我们最喜欢跟小孩子 讲这些话 昨天我的朋友也这样跟我讲 我就听他讲完以后 我讲了很多他就是不听 我一看到他不听的样子 有没有 我就想要发脾气 我就跟他说 我说啊 我已经跟你讲了无数次 叫你很多东西要看得淡 你也承认 我说你不看淡 你不能够改变事情 而且还会让事情越来越复杂 因为你的无名怒火在里面搅动了 我说我跟你分析了多少次 不下百次吧 你不是也认为 对对对 可是你看 十年前跟你讲的话 十年后的今天 你还是在跟我讲这句话 我跟你 你是一个大人 你也承认我讲的话是对的 可是你也改不掉啊 那你为什么就认为 你跟你的孩子沟通 我讲三次 讲五次 你为什么都改不掉呢 你自己也改不掉吗 你想想你自己 你那个无名怒火就没有那么强嘛 有的时候我们表达的时间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的措辞让他听不懂 就像我们教导那个两三岁的小孩子 你跟他讲长篇大道理 他听得懂吗 他听得一论一论 或许举过我那个小孙子为例嘛 让他吃东西有没有 要改变他的饮食习惯的时候 他有时候用手去抓 那我就笑要跟他讲 东西食物不可以用手抓 你笑要跟他讲 就一直抓一直抓 一面抓一面看你 因为透过你的表情 你讲的话 他没有正贺的力量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讲对跟错 那个差别在哪里 我去摸这个东西很好玩啊 可是把那个脸色一摆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个两个眼睛真的大大的 然后恶狠狠地跟他说 叫你不要玩食物 你还要再玩 你看他就不动了 然后当他要去摸的时候 他会看着你 看你的表情依然是如此的严肃 有没有 你的手就修等了 你要不要用你的表情去说话 你还是要在那边跟他一大堆爱的教育 你就慢慢教吧 然后他被你打得莫名其妙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错在哪里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讲 我跟你讲那么多你都不懂吗 你都做不到吗 你不妨也问问你自己 我们经典从87年开始研究 从文魔绝境一路研究到现在 各位前显 不能讲千金万点读过啊 你上百卷的经典都读过啊 大小圣的道理都懂了 圣人的传记也读了 各位前显 那个道理不都如出一辙吗 请问你都做了吗 都放了吗 都改了吗 不也没有吗 以我而言三十年的光景 你就不会去苛责别人 边界是什么意思 是不合于忠道 不合于良心本性 你偏偏要偏执他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过去外道讲 人永远为人 处永远为处 或者有人说人生一死就百了 这种断肠之鉴 其实偏见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执着自己的看法 我不肯退让 他就是偏见 我坚持认为我是对的 我们就是常常认为我是对的 才与别人一直产在对立的状态里面 像黑羊白羊要过那个独木桥有没有 反正一定要把一个羊给挤下去 有的时候是把自己掉到河里面 有时候是把别人撞到河里面 终是两败俱伤 所以边界就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执着自己的看法 坚决不肯退让的时候 各位前写 那也是边界的一种 第三个 邪见 邪见是显而易见的不正确的看法 很简单 只色胜为石油 也是不正确的 或者认为 过去我们认为 哎呀 求道就能超生了死 那也是错误的 求道一定要透过学道 修道 行道 这四步功夫都到位了 你才有解脱生死的一个机会 你单求道只是拨一粒种子 总之不会开花 结果就是在荒草野地 就在那边摆着 你想要改变命运 那叫做原木求鱼 不可能 第五个 借进取见 就是没有正确的知见 只取邪见 然后你坚决不肯 不肯改变自己 这个情况就很多了 我们也不用说了 就譬如讲 这个拜拜啊 拜土地公 要不要给他昏的啊 还有我爸爸 有没有吃吃昏的 死了以后 用素德拜 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甚至我曾经看过新闻报道 他说每一次拜他父亲的时候 在那个祖先的桌子的前面 都要点一根香烟 那别人不了解 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爸爸 每一次吃完饭 都会饭后一根烟 甚至活神仙 所以今天我们把他回家 我在祭拜他的时候 我还要点一支烟 我们是不知道 这个他爸爸是不是死于肺癌 但是这就是 这个也叫做借进去见 你要知道 人活着 有的时候 爱于我们的智慧 还有对于无形界 了解不够清楚 他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可是当他一死的时候 他就知道 人不是只有活在三度空间 使法就是存在的 我们生前所有不当的行为 都会妨碍我们 跳出六道轮回的机会 他死了就知道了 可是他不能把这个讯息 传达给阳间的子孙知道 那阳间的子孙又用他旧有的习惯 来操办他的身 这个死后的大事 他就造了一些过 就完完全全由他带走 这个点香烟还好了 杀身祭拜就麻烦了 剑取剑 就是我不认你怎么讲 天花烂醉了 圣人来讲我也不听了 我就决定我是对的 这样的情况 佛堂也有啊 你跟他讲 经典就是这样说 他就是不改变 我认为 不是我的问题 圣人讲这句话有问题 那个胆子好大 那个人如果执着的时候 各位前嫌 真的会恶从胆边生 当你执于情色名利的时候 你看到这种境界风 你就难以遏止自己的贪心啊 就催促自己的身体 做出了错误的行为 可是我们修道的人 不至于去贪除这些东西 去做出恶行 可是我们对于义理的一个坚持执着 落于邪见而不自觉 他的后遇症是非常可怕 我觉得那笔句 杀生悍命还严重 因为如果他有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会影响到很多 不明白事实的人 所以面对这种人呢 他就是我们的一个介事 要引引为鉴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在谈邪见 那现在为什么叫做五着恶事 五着恶事的杰拓建拓 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从哪里来 就是因为众生没有政治界的人 越来越多 卓就是扰乱 把这个世界给弄脏了 越来越多的人没有正确的观念 所以形势就越来越偏颇 就造了很多不该有的因果 伤到自己也波及到旁边无辜的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劝化人生 劝化人心 我们讲化人心为良善 既世界与大同 是所有一贯道地子 共同的一个责任 他不是只有宝光绍兴 每一个祖先 只要没有背离我们师尊师母老大人的道 他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运作的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希望这个世界好 你要居住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面 安安稳地走修行的路 就不应该只有你自己好而已 你周遭的环境对我们影响很大的 你看今年的这么一个冠状病毒 到国外去开荒住到人都不行了 不要说国外 连国内的移动都受了很大的一个束缚 所以行功了愿要及时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下面一个殿了 那人修道也要及时 因为你每一天纵容自己的脾气毛病 在内心世界里面 不断地去生根扩展势力 你害的是自己 犯百万叙托函 不如犯一叙托函 你供养一百万的叙托函 就不如供养一个斯托函 因为斯托函叫做一来过 他天上人间再来一次 他就证阿罗汉道 就表示他的修德 他的本性负名的比叙托函要高 然后犯千万斯托函 不如犯一阿纳函 犯一亿阿纳函 不如犯一阿罗汉 你供养一亿的阿罗汉 你不如供养一亿的阿纳函 那个叫做布莱果 他就在五不还天那边 思维那些无色界天人的义礼 然后就出了 所谓的三界正阿罗汉国 你供养一亿的阿纳函 不如供养一个阿罗汉 所以各位前贤 你看这个没有树木字的比较 我们就不知道 福跟会哪一个比较重要 福可以硝烟解业 各位前贤 福不见得硝烟解业 如果那个福是有执着有助向 你中的是人天福报 有些冤你是解不了的 因为人天福报跟我们所造的恶 有没有 它没有办法成一个正比 你抵不过那个过的 它不称性 所以我们讲福会较量 会在先还是福在先 会在先 我们用金刚经印证 七处的一个较量 我们用四十二章经印证 还有很多经典都有这样记载 因为你没有修会 你修的福住向 住向的福不称性 不称性 你得的是人天的一个国报 出不了三界轮回 犯十亿阿罗汉 不如犯一辟之佛 供养十亿个阿罗汉 不如供养一个辟之佛 因为阿罗汉虽然已经证过 他已经可以经得起人天的供养 所以阿罗汉有一个名号 也叫做应供 佛陀也叫做应供 从阿罗汉开始的修行人 已经出三界了 就具足了人天供养的一个条件 可是辟之佛比阿罗汉还要高 因为辟之佛是把习气的种子 都从阿赖爷里面把它去化掉 各位前也不要去直尼在这个数字 十亿跟一来比 你这样比有没有 你会累死 他是给你做一个较量的意思 那辟之佛也有两种 听闻十二因缘法 证悟的人 他叫做什么 他叫做所谓的圆觉 如果没有佛注释 也没有佛经留在人世间 他靠着自己过去生的根气 他透过大自然 他了悟了六道轮回 要怎么跳脱的时候 那个叫做独觉 而能够靠着自己觉悟 修十二因缘就出三界的人 他过去的根气一定不是泛泛之辈 我们这堂课是到四十分吗 三十五分啊 那已经超过 那后面要解释 比较困惑一点 我们就在下午再跟各位前写 一起来分享 感谢天师的 谢各位前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